上海疫情感染人數不斷攀升 醫療機構不堪重負 4月4號來自全國各地的上萬醫護人員 陸續抵達上海支援 中共軍隊也抽調7個醫療單位的 2000多人支援上海 同時 中共副總理孫春蘭 也從疫情重災區吉林去上海指揮抗疫 孫春蘭強調堅持動態清零 以快至快的遏制疫情擴散 上海從4號起徹底封城 進行全員核酸檢測 5號之前出結果 陽性應收盡收 應格盡格 上海已有10多家方艙醫院 江浙地區也準備一些隔離酒店 收治上海的病例 上海一位疾控中心的女領導披露 當局疫情封城清零政策導致亂象從生 醫療資源瀕臨崩潰 他們徹底絕望了 人也被逼瘋了 在一段廣為流傳的錄音中 一位男士向女領導投訴 她父親的健康雲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 卻收到疾控中心的電話通知為陽性 要求去隔離 女領導讓她投訴健康雲信息虛假 健康雲APP是上海市衛健委 與萬達信息推出的一個面向市民醫生醫療機構 政府部門的醫療服務型平臺 之前網上已有錄音曝光 上海當局掩蓋疫情 健康雲顯示的核酸檢測結果是陰性 官方會根據需要 要求疾控中心通知市民為陽性 這位男士還向女領導反映 上海醫療系統管理混亂 患者求醫困難 身心疲憊 男士的母親又被轉移了幾次 後來被轉移到周浦醫院 那一批年輕的男孩子把門破開之後 才把他們安排住酒店 如果不是那群年輕的人 他們在外面吹了兩三個小時的風 被吹到有症狀 都說不清楚 男士又抱怨 封控導致的次生災害超過疫情 很多做血透的人醫院不接受 女領導也坦誠 次生災害已經遠遠超過疫情本身 這段長約20多分鐘的錄音在網路引起轟動 4月2號 上海疾控中心緊急發布文件 要求指定專人接聽男子諮詢電話 答覆口徑必須與當局防疫政策一致 請稍後製作人 歡迎指定專人接替 指定專人接引 兩三目不接受 其實展示譯 12月10日 收藏 請消防疫情